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我的第25个视频 今天呢只要给大家讲一讲 我在日本的一次跳槽的经历 我的这次跳槽是从 3月22号开始有这个想法 然后真正跳槽实施是从 4月8号 真正拿到内定的时候是 6月15号 这次跳槽大约经历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从6月21号开始 就是我的提出离职 然后直到8月1号进入下个公司 先说说我跳槽的契机吧 这是在3月22号的时候 这一天我们公司公布了 我们新的工资体系 在新的工资体系下 我的工资比之前还减少了 这让我十分无法接受 之前我发过一篇视频 是讲的是2020年的年组总结 在这个视频中大家的留言都说我的工资比较少 所以呢我也想跳个槽 试试能不能让我的工资有所提升 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在做视频 题材非常少 为了给自己脱关一下题材吧 所以我就试着跳下槽 然后把跳槽的经历总结一下 分享给大家 没想到呢 这次跳槽竟然成功了 所以正好把这个成功经验也分享给大家 跳槽的第一步呢 就是写简历 我是在4月8日这一天开始写的简历 简历的模板呢 用的就是这个招聘网站的模板 这个模板非常方便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日本的简历中包含两种 一个是职业简历 一个是职务简历 职业简历呢 就是你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所有的公司的名字 哪天离职哪天入职 然后职务简历呢 就是你这一生中所干过的业务 比如说在某个项目里 你用了哪些开发语言 用了哪些开发平台和开发工具 然后你在这次开发项目中 你担当的责任 然后你写的代码量之类的这些信息 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写过这个职务简历 我觉得这个职务简历 可能是日本的特有的东西吧 因为在日本很多人一直在一个公司工作 在一个公司呢 他会有一些内部的调转 虽然是在一个公司工作 因为由于内部调转 所以从事了很多不同的项目 所以只有职业精力是不够的 所以还需要这个职务简历 写完简历之后就要和猎头面谈了 由于最近是疫情的原因 大家都没有面对面的面谈 而是直接在网上面谈 如果没有疫情的情况 猎头呢一般会约你在你的公司附近 或者你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面谈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他告诉你 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以及你的简历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 他会帮你看一看 同时呢 他还会和你确认一下 你到底想需要面试哪个方面的职位 以及擅长哪些方面的工作 接下来呢 他会根据你的需求 然后对症下药 帮你投一些针对你所需求的公司 接下来就说一说 我这次跳槽的经过吧 我这次跳槽呢 一共投了38家公司的简历 其中呢 有13家是我用来练习用的 因为我好久都没有跳过槽了 也没有面试过了 所以呢 投了13家我不太想去的公司 然后想拿这13家公司先练练手 在日本 通常在正式面试之前 会让你做一些简单的智力测试 在日本 这个叫做SPI适应性检查 就比如这道题 有200个外国人 其中会说英语的有120人 会说法语的有40人 会说德语的有60人 第一个问题是 既会说英语又会说法语的人 有25个人 那么只会说英语 或者只会说法语的人 有多少人呢 SPI适应性检查 大体都是这样的问题 别看问题很简单 但是它有时间限制 这样的题大约一道题 需要在一分钟之内回答 还有这种排列组合类的问题 这道题是男性四人和女性五人 组成一个组 在这个组中选出三人作为代表 问题是男性和女性 至少包含一名的排列组合 有多少种 这些题的解法呢 不是很难 这是我们当年学的排列组合 难点在于 这些题必须得在一分钟之内回答 同时 因为这些题是用日语出的 我们日语不是母语 读起题来还需要一点时间 尤其是这种 至少包含一种 这样的日语 和中文的语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读题的时候 就会消耗一定时间 以至于留给我们解答的时间 就更少了 我投的这些公司中 有90% 连简历官都没有过 其中 简历官没过的 各种失败原因 我总结了一下 其中绝大部分被拒绝的理由是 我没有达到招聘的标准 第二多的理由是 因为我转职的次数太多 其中 还有一些公司 因为我的年龄而拒绝了我 也许我真的是老了吧 所以以我的经验来判断的话 最好是在40岁之前 来决定自己的下半生 所工作的公司 如果在40岁之前 还没有定好自己公司的话 那么40岁以后 我估计再想跳槽 就是非常非常难了 关于面试中会被问到的问题 我总结了这11个 第一个呢 就是自己的简单的基本介绍 第二个就是 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公司的理由 第三个就是你的兴趣爱好 第四个是 你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第五个就是 你将来的职业规划 第六个就是 你这次转职的理由 第七个就是 你希望的收入是什么样的 第八个就是 不仅你需要你这次的转职理由 还需要是你之前 每次转职时候的理由 第九个就是你通过自己努力 曾经做成功过哪些事情 第十个就是你非常擅长的事情是什么 第十一个就是你的英语能力怎么样 这次我投了38个公司 但是最终拿到面试机会的只有四家 这四家面试的时候 这刚刚说的这十一个问题 基本上都被问到了 还有一点就是 面试的时间长度 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 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所有面试都是在家里进行的 由于不用去公司现场面试 所以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 缺点就是 我虽然得到了一个公司的录取通知书 但是到今天为止 那个公司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在家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面试的时候 西服只要穿上半身就可以了 我是在6月15号 拿到的录取通知书 面试前前后后 大概经历了两个多月左右 我现在所工作的这个旧公司 是传统的日本企业 而我新面试成功的这家公司 是新的日本企业 传统的日本企业和新日本企业 大概有这四点不同 另外传统的日本企业的代表 就像宋夏公司 而新日本企业的代表 就像索尼公司 区别主要在于 传统的日期是给搬家费的 而新的日本公司就不给搬家费 传统的日本公司 是给家族补助的 而新的公司没有家族补助 传统的日本公司 在进入日本公司之前 是需要写深远保证书的 就是需要至少有两个人 担保你 你人品没有问题 而新的日本企业 不需要深远保证书 最后一点就是 传统的日本公司 是有加班费的 而新的日本公司 是没有加班费的 新的日本公司 他们使用的是裁量劳动制 所谓的裁量工作制 就是先给你 比如20小时的加班费 然后你即使加班超过20小时 甚至200小时 也不会再给你加班费了 一句话概括一下 就是传统的日本公司 把你当作一个家庭中的一员 所以它要保护你 而新的日本公司 你和它之间就只是供应关系 它没有必要保护你 两种公司各有优缺点 不知道哪种公司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一般拿到内定之后 简单的和对方问几个问题 之后就需要提出离职了 提出离职到最终离职那天 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在离职的同时 可以准备下一个公司入职的一些手续 需要的资料呢 我整理了一下 大概就是这些 第一个是雇佣保险的被保险证 这个呢 由你上一家公司提出 健康保险资格丧失证明和年纪守账 原券中心数票 都是由你上一个公司提出 健康保险被抚养者的移动证明 这个由你下一个公司提出 还有特别征收相关的 给予所得的移动证明书 这个由你上一个公司提出 确定出处年金 这个由下一个公司提出 印章 银行存折 还有你的毕业证 由你自己提出 入职体检呢 你就在你家附近的随便找个医院 体检一下 这个费用呢 应该由下一个公司来给你报销 其实大部分的资料呢 都是由你上个公司提出的 自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提出的东西 材料都准备好之后 就开始休息年假了 在日本呢 年假特别多 这次我休了16天 但是即使休了这16天之后 我还有大概17 8天 没能消化完 在入职之前 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搬家 在日本 搬家其实很平常 一般大家都会搬到离公司比较近的地方住 正好 我的公司呢 正处于这个东京私立学校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这个东京西部 我现在正在考虑把我现在的房子卖了 然后在东京西部买个新房子 关于卖房子和买房子的故事呢 将来我再单独做一篇视频 与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